竞选盟2.0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喊穷 竞选盟2.0主席陈马利亚透露 他们因为过去频繁参与集会和举办活动而吃下不少官司 导致经费不足 必须公开募捐 筹集经费面对来届大选 可言对创宣刷集会立即是很多票 这些数据包括医疗最中选取 розYYC 因为他们手捐红支构 陈玛利亚进一步透露 竞选盟目前只剩下52万令吉资金 只能维持7个月运作 竞选盟5.0级会固然酬得30万令吉 却掩盖不了他们入不敷之的困境 因此他希望能在未来4个月 筹集50万令吉以解燃眉之急 套新闻陈慧心报道